区里每一个船员都要点开吗啊 啊老王啊 这武器我四万买了 被我敲到麻草打太阳 他们说我傻 帮我分析分析 来我给你看一下啊 这把武器四万买来的啊 被你敲到麻草打了太阳 他们说我傻 帮你分析分析 我先看物理器啊 物理器 物理器如果想要卖到四万的话 伤害不会低于八百五综合 用五百二十一 再加上一个五百四十六 等会啊 五百二十一除以三加五百四十六 这把武器处理伤害七百一十九 双加的话这是一个五十一 五十一乘以格零点六七啊 再加上一个三十四点一四 十三段保持伤以二十五 再除以格三啊 再加上一个一百零八点三三 这把武器物理器用的话是八百六十二 但是物理器用的话 这把武器伤害虽高啊 但是双加不带好 但是四万五千块钱 我觉得是一定值的啊 咱看法系呢 法系的话就是 一个二十七再加二十一 再加三啊 五十一 法系的话双加五十一 除了伤害五百四十六 这把武器还带神佑 我觉得还是物理器好啊 我觉得还是物理器好 法系用的话也是无敌 物理器用也是无敌 但是我觉得还是物理器 卖的卖的贵一点啊 我觉得还是玛瑙好 但是打太阳有太阳的道理 反正十三段宝石也不贵 神佑 这把武器有点小神器的意思 物理器用的话八百六十多 带神佑 神佑 这把武器有点小神器的意思 物理器用的话八百六十多带神佑 有人说就七百多少 哪来的八百多啊 那个我算法比较复杂 你看不太懂 因为我要算出张 再加上十三段 所以说我说的是 算法是比较复杂的 很多人只是拿刚才的六百四十六 他不知道为什么要拿五百四十多的去算